历春到来 天气到了一年当中 慢慢回暖的时候 千万要记住这四不吃 一要做 尤其是女性朋友 一定要认真看完这条视频 那到底是哪四不吃呢 第一生冷食物 它们对胃有一定的刺激 大寒食节尽量少吃 第二芹菜可不能再吃了 芹菜性凉 以免拉肚子或者引起身体 其他的不舒服 第三海鲜尽量少吃 海鲜杏粮不能多吃 第四少吃辛辣的食物 比如说辣椒花椒这一类的 历春时节冬造明显处于干燥的季节 这个时候如果你吃辛辣的容易上火 适当的少吃辛辣食物 那一定要做的是什么呢 历春的到来 白天时间越来越长 此时人体内的阳气蓬勃生发 最容易吸收外来的营养 也就是说历春前后是进补的最好时机 因此人们在进补的最佳时期可以食补 为了抵御冬天的严寒 补充元气 那么历春时节也就是女性朋友自身保养的好时机 有一个好身体才会有应对生活的底气 人到了一定年纪 尽量少吃面条米饭等主食了 糖分太高了 可以早上这样喝 再好的保健品都比不上它 你把黑米 红米 糯米 红豆 花生 桂圆 红枣 枸杞 加满水以后 盖上盖 隔水炖60分钟 一个星期和两次 让你的美由内而外的绽放 如果你自己不会搭配的话 可以选择这款女神粥 它已经帮你搭配好了 就在视频下方 从今天开始好好的爱自己 请朋友们相信我 从现在开始 相信随着身体越来越好 你也会心想事成满载而归 生活富足 并且喜悦的生活